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据The Athletic记者Shames Caranier报道 森林郎后卫玛丽克·比斯利 已经对今年10月遭到暴力威胁 指控表示认罪 但据他的律师透露 在同一事件当中 对于比斯利的毒品 重罪指控已被撤销 据比斯利的代理律师称 如果比斯利被判入狱或居家监警 他也只会在2020-21赛季结束后服刑 而且刑期不会超过120天 如果他完成缓刑 暴力威胁的重罪将被降为轻罪 24岁的比斯利 在今年9月被控持有5级毒品和暴力威胁 而遭到拘捕 当时有人报警称比斯 利用来服枪指指他们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发现了三只枪指和835克的大麻 尽管惹上场外麻烦 森林郎还是和比斯利 续签了一份四年6000万美元的新合同 安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